陪你一起看陪你一起看 陪你一起看 我是海產 沒錯 今天一開始我要先特別介紹 我們這個節目 終於有乾爹了 我們要感謝 全套贊助 襯衫 帽子 褲子 衣服 我們歡迎各路的人 你看你要贊助什麼 置入什麼 我們可以整集都在廣告你的東西 這一集我們感謝 Woolstock 小大的觀眾最討厭的就是置入 你們聊到一半就突然置入 沒辦法啊 沒有置入沒有錢啊 所以大家去觀賞Woolstock官方網站喔 置入完一整套 又好看又好穿又便宜的 Woolstock之後 我們今天聊的主題就是 多小鴨變天鵝 激勵人心變美 這位 我想最大的問題應該是 兵面槍 而且那邊還會講 多貨不利貸 請來給泡呆 對不起 這一集就是聊如何變漂亮的 反便的過程 大家以前有沒有被排擠過 這一集我就有講到我以前是被攻擊 因為你胖不管做什麼 你就是永遠你跟帥都站不上邊 你只會跟臭 臭 本來你的人生就是臭跟臭而已 這一集剛好是上一集裡面 觀眾點名要看這一集的 我們就聊看這一集的第一個留言是什麼 不入 像我這種天生立直的實在很難體會 唉不說了 我先去做夢 公三小拉肝 下一個 其實為什麼我們說運動能減肥 雖然運動是減掉卡路里 可是運動能增加肌肉量 肌肉多了燃燒熱量隨時增加肌肉的每些攝取卡路里 也比沒肌肉的人更高 所以運動對減肥的佔比是非常重要的 而不是像這個醫生 和憲哥說的運動只佔三成 我覺得大家講的論點都沒有錯 相輔相成啊 首先你要減肥 你一定要可以控制住你的嘴 再逼迫自己去運動 當然是瘦得更快更好更健康 而且好勵志喔 下一個留言 Cherry 小時候也被叫醜女 還好長大有好看一點 沒前整形就靠化妝囉 我們就點開你的大頭貼 Cherry 如果你看到這一篇之後 征求你的IG 在底下留出你的Instagram 讓我們追蹤一下好不好 哈哈 然後再來下一個 真心覺得整容需要很大的勇氣 超直白真的很勇敢 其實愛漂亮 人的天性嘛 為了美 為了自己的喜歡 勇敢一次 勇敢一次 在已經柏佑 潘映竹 舊照頂多是不夠整 其實還可以 其實他的舊照 你只要認真看喔 他在小時候 他在他那個年代 這個女生其實以前還是會被拔的 會被男同學調戲先裙子 比起來我的照片跟以前 就真真噁了 現在就是比較不噁了 哈哈 再來 唉唷 為什麼這麼多人可以找的男來賓 偏偏要找一個靠雷射減脂瘦身的 這樣勵志的主題 建議一個考一個 靠運動會努力的 齁齁齁齁 這集太針對了吧 裡面所有來賓 哪一個是靠運動的 全部都是不吃飯 減肥產品 靠整形 你針對我 下面還有十個給我按讚的 雷射減脂 雷射減脂 只是輔助你 幫助你更快的消脂 每天要喝3000CC的水 你還是要少油 少糖 少鹽 哪有可能雷射減脂 就會瘦成這樣子 你還是要靠有點意志力好不好 動點腦 再來 現代人裡哪有人餓死的 憲哥 你的圈子裡當然沒有 可是我比較好奇 你在哪個圈子 你是在非洲留言是不是 是真的沒有東西吃是不是 我願意找我的乾爹 烏斯大可 贊助你一個禮拜的晚餐 再來下一個 我以前都被朋友叫鋼牙豬 我以前戴眼鏡就是眼鏡豬 戴鋼牙豬 我穿汗衫 吊嘎豬 你不管穿什麼 人生好像一肥就多了三醜 肥好像就是傷天害理由 花蓮杯自己的錢把自己吃肥 我是好野人的象徵耶 你們這些瘦皮猴在那邊 下一個 以下發言純屬個人觀點 在我看了來賓之後 我就想說 為何女生穿那麼露 露就可以顯示你的美了嗎 你的美都靠露嗎 別忽略了自己的價值 然後那你一定沒有看前三集的陪你一起看陪你一起看 我們從露胸 露腰到露屁股 該露的都露了 而觀眾就是最愛看女生露了 哈哈 來下一個留言 我問李是流氓嗎 品味好差 我跟你講這你要我怎麼回你 如果他真的是流氓 我回了你這一則訊息的話 我跟你講我完蛋了 他會找到我 我就不會再出下一集了 不管他是不是 我都覺得他品味 是不錯的 這一集果然沒有MAY 所以留言特別少 所以我挑了這幾個 想要看什麼主題 歡迎在留言底下告訴我 謝謝收看今天的陪你一起看陪你一起看 我們下次見掰掰 欸對了 Woolstock真的很好看喔